這些形狀不一、層層疊疊的梯田 是不是很令人驚嘆呢? 這是位於雲南南部的紅河哈尼梯田 第37屆世界遺產大會 通過將這裡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 令中國的世界遺產增加到45處 紅河哈尼梯田居在由哈尼族在徐代遷移到這個地區後 開始開墾梯田 中植水道已經有1300多年歷史 梯田遍布雲南四個縣 總面積約100萬畝 最高紀錄一座山坡可以有3000多級梯田 當地政府說 希望梯田被列入世界遺產後 會有更多人來到旅遊 帶動當地經濟 但在承諾會起開發的同時 好好保護梯田的原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永宇報導